一所好的学校 骑骗区内的房子会比同类型的房子价格可以高出好几倍 以深圳为例 一般便宜的学区房单价都已经超过了13万元每平米 2020年国家再次发布文件 针对学区房的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了可行性的政策 例如随机分布 随机招生的方式 因此许多人猜测 2021年学区房难道就要全面消失了吗 国家出台的第一个新政策就是实行五年一户 所谓的五年一户就是说 某一套学区房每隔五年才能有一个申请学位的资格 不仅避免了资源浪费 还能避免学区房的房价越炒越高 在这个新政策下 即便户主将房子卖出去 下一任户主也要再等五年才能申请学位的资格 对于那些着急为孩子办理入学的家长来说 自然不会购买这样的房子 能够杜绝学区房溢价太高的问题 居西上海的部分地区学校已经正式实施了该政策 同时还有一个新政策 那就是移房多校 一套学区房可以对应多个学校打破了就近原则 让其他片区的学生也有机会读好学校 而北京目前已经开始普及这种政策了 相信不久的未来 这两种新政将在全国范围内普及 那些特意为了某个学校而购买学区房的家长们可能要失望了 那些炒房客手中握着的多套学区房可能会 因为没有学位申请资格而滞销 显年记者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讯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订阅